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的分件系统是按收件人姓名分的 先在快递单上写上姓氏 然后按两个字名字和三个字名字分成两个堆 然而在茫茫的包裹中找到自己的幸运并不容易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设计的分件系统是这样的 首先在快递单上写上收件人手机尾号的后两位 然后按照尾号的大小分成三堆 由于数字的辨识度较高 找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样比较好找 比较好找 主要好找单 要清洗嘛 互比较大 这么多话一下就看到了